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 云南起义在即 如果我们不赶快行动 就只能坐以待毙 明天 我约了进城佳山 闲来谈条约的事 如今只有向日本人借款 购买军火 我们才能够武装起来 尽快拿下广州 要想恢复大清江山 成败 就在此一举 奴才斗胆 请公共散思啊 你想说什么 日本人狼子野心 对我们国家一直虎视眈眈 如果这个时候向他们借钱 就等于引狼入室啊 日本人贪得无厌 到那个时候会趁机向我们发难 所以借钱之事 万万不可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就算日本人 占得一时之力 等我一统江山之后 回首再烧尸他们也不迟 可是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很难跟日本人抗衡啊 即便我们取得了胜利 立足未稳 日本人的势力就会趁机而入 到那时 我们只有乖乖地按条约办事 如果日本人在条约上提出了 割让土地瓜分地权 那我们岂不成了卖国贼 留下千股罪名啊 公公 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 要想成就大事 岂能像你这样前怕狼 后怕虎的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等我登上皇位之后 谁敢忤逆我 我就杀谁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公 我心意已决 你不要再啰嗦了 你 做奴才的 只需服从主子 不需要有自己的主意 安德啊 你老了 你就不适合 再处理帮会的事物了 以后你的位子 就交给季青云吧 他 float 薇薇薇薇薇薇 最近的天空 有点灰 阳光灿烂的恨泪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拨开 用爱去挑战困难 露影中有一片彩虹 那是你温暖的笑容 再大的风雨 我们也要收了收 奇迹就在坚持的最后 我们的滚滚满列组 和你一起记忆 分担面对的大套 我们都是英雄 每次提索 一生之中 我们都是英雄 明天一定会有彩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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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小姐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小姐 朕没想到李公公会做出卖国的事了 看来李公公势在必行 我本以为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可以恢复大清江山 现在看来想法太简单了 庄主 您打算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劝阻他们 不能卖国求荣啊 可是李公公刚愧自用 您要是阻挡他 恐怕会对您不利啊 但愿他能听我的劝告 叫兔子走狗烹 怎么也没想到 李公公竟然对我如此冷酷 我以为我是他的左膀右臂 可是在他的眼里 我连季青云都不如啊 季青云为了得到李公公的信任 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可以背叛 这种人又怎么能跟您相提并论呢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出去吧 那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要娶一个比梦里还好的老婆 一定超过你 好 我等着你超过我的那天 李周 你刚才真的怀疑我 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你有重大心 我认识你十几年了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我信真理 现在没事了 我们还是好兄弟 你没地方助我 就先助我那儿吧 也算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吧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你不能那么悲观呢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青云 你不是 我要你加入蓝刀会 而且我保证你飞黄疼的 如果 我让你亲手杀了姚立忠 提着他的人头来见我 你能做到吗 做到吗 我现在是想要不认识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这个人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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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云 真的是你 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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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你出卖了我 是不是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回答我 回答我 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没有别的办法 李清天他给了你好处是吗 他用钱收买你的良心了 我们十几年的情意 难道比不上钱对你重要 李宗 我在荣家待了很长时间 在同盟会干得更久 我得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啊 你知道我到上海收获了什么吗 就算你再有本事 你没钱 没关系 你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当时我就发誓 我要和老天斗一斗 就算没有他的帮忙 我季清云一样可以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你为了飞黄腾达就可以不择手段 你为了自己出卖所有的人 清云 难道你没有人性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们俩一起军校毕业 一起到日本留学 我们俩一起认识孟颖 可是你事事都展现 事业上你节节高升 爱情上你春风得意 我呢 都是你 都是你抢走了孟颖 你喜欢孟颖 是 我喜欢她 我爱她 我爱她 我爱她胜过你十倍 胜过你百倍 你既然娶了她 那你就好好对她吗 你为什么把她放在一边 不管呢 看孩子没有的时候 你在哪啊 你配做她丈夫吗 你配吗 好 自从孟颖离开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发誓 我绝对不会让她再回到你身边 无论我用什么手段 我都要让她成为我的老婆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做你的影子 我要超过你 我要让孟颖知道 我才是最适合她的男人 够了 清云 你以为你用这些借口 就可以出卖朋友 出卖理想 出卖人格 你以为孟颖会接受你 别做梦了 如果一开始孟颖选择我的话 那结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你以为孟颖选择我的话 立忠 我承认 我卑鄙 无耻 没有求荣 罪不可恕 早晚有一天 我会不得善终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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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死在别人手里 不如死在你的手上 来吧 动手吧 不好 千语 这十几年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们一起奋斗生死与共 跟我走 离开懒刀会 我可以忘记你对我和孟颖 做的一切 对不起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不 不好 四 来 喝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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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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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居然 瞎得去 手 我 她 我 她 她 她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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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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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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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洪太 是季晴云 让荣宽找蔡郡长 帝旨 谭花香六号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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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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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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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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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 优独播剧场 别忘了 剧场 优独播剧场 公公公 我求求求你 安安安 我说 我说 剧场 这是十有八九 就是他 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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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剧场 剧场 剧场剧场 剧场剧场 剧场剧场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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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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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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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 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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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 公公 公公公你不要相信他 我绝对不是奸细 洪台他胡说 公公 不信您现在马上带人 去青云查庄 容宽和江铁山就在那 等你把他们抓过来 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绝对不是奸细 真正的奸细 是洪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管你们俩谁是奸细 都得抓起来 等我抓到容宽之后 我就会知道 你们谁真谁假 公公 你不要相信洪台 他胡说的 我绝对不是奸细 你要相信我啊公公 来人 是 把他们押下去 是 走 走 走 公公 走 公公 走 走 我对你赤胆重心 我不是奸细啊 走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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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爹 靖身就代表最高的忠心 我愿意以此来报答您对我的养育之恩 红太 只要靖了身 就要放弃情爱 这可是一条不归路啊 这可是一条不归路啊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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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太 您没事吧 没事的 您怎么会来这里 坐下说 来 郑主 您这是 洪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咱们俩的命根子 这东西 一直在您身边 我六岁你年 这东西离开了我的身子 你呢 是九岁 给我净身的时候 我爹娘一时难过 忘了跟动刀的太监要回这个东西 到想起来的时候 再跟人家要 人家说 得拿银子赎回来 家里穷 没有钱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我在想 我爹有钱 我一定要把这个宝贝给赎回来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拼命讨好李公公 在我十七岁那年 李公公 终于把这个东西给我赎了回来 李公公是我的大恩人 为了报答他 我是言听计从 当给你净身的时候 你爹娘都死了 你还小 不懂事 那有谁来给你留着呢 只有我了 只有我了 这些年来 我是走到哪儿 我都把这两样宝贝 悬挂在正屋的房梁上 这是为什么呢 我希望以后 在宫廷上步步高升 这是我们所有太监们 最高的追求目标 庄主 你怎么会想起跟我说这些呢 孩子 你赶快走 拿着这两样东西赶快走 等公公回来了 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不要再回来 庄主 如果你这么做 公公她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这把老骨头 也撑不了几天了 你的日子还长 还年轻 好好活着 洪太啊 我求你一件事 等我死了以后 你把这宝贝给我缝上 这辈子临了 能落个 完整身子 让我在阴界 也好去见列祖列宗啊 逢年过节 要是想起我 替我烧几串纸 就行了 我 孩子 我这一辈子都没儿子 在我临死之前 你要能叫我一声听 我就心满意足了 爹 儿子给你磕头 快起来 起来 来 快起来 好孩子 爹 您 您跟我一起走 等我们找到容沧海 容宽他们 一起杀了李晴天 到时 我会伺候您一辈子 孩儿 我的孩儿 如你这句话 我死也闭上眼了 我这辈子就是奴才 到别的地方还不习惯 奴才就是奴才 竹子要你死 竹子要你死 你就不能不死 因为我背叛了竹子 我死有余辜 孩子 赶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记住 不管走到哪儿 还有多远 爹 你一定不要 把这两个宝贝给我丢了 我们下辈子 要做男人 快走 爹 快走 爹 快走啊 走吧 快走 horiz Mei 来 快走 快走 大人 你在徘弟 你放心吧 我看岳父今天气色好点了 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醒 温盈 岳父他经历过大风大浪 这个坎他一定能过去 放心吧 我希望季先生赶快把李厅长找到 我们联手一起对付李清天 哼 恒泰 你怎么了 什么都别说了 赶快跟我走 李清天已经派人来抓你们了 我没时间跟你们解释 赶快跟我走吧 洪太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也别说这些了 容老爷被我救出来了 我带你们去见他 容少爷 姚太太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找季青云的 他不在 他出去了 那你们看见立忠了吗 姚太太 姚太太 已经牺牲了 你说什么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季青云杀了姚立忠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 姚太太 姚太太 你没事吧 谢别管这么多了 快给我走啊 待会你们见了容老爷 自然一切都明白了 你真的就裸地 前面就是了 前面就是 容老爷呢 容老爷在里面呢 进去看一下吧 请吧 请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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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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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玉 爹 爹 老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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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宽 红太 谢谢你 容老爷元气大伤 所以暂时还说不出话来 还是让他 再休息一阵子吧 慢点 红太 现在在这里 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但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还是应该 尽快找到蔡军长 药先生临终之前 已经把蔡军长的地址 告诉我了 太好了 真是天无决人之路啊 红太 你有伤在身 就好好休息一下 你把蔡军长的地址 告诉我们 我和阿宽去找他 撤 安德啊 我待你不保啊 想当初在紫禁城的时候 我把你从一个卑微的奴才提拔起来 后来又带你逃出了紫禁城 我创立《蓝刀会》之后 让你做我的左膀右臂 给了你至高无上的权利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你对得起咱家这几十年对你的栽培吗 他 李公公 奴才伺候您几十年 如果您想杀我 我安德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但是我得说一句话 李公公你做错了 你不应该跟日本人缔结卖国条约 你这是把大青江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哪 你 你到了地下 你跟老佛爷怎么交代啊 我安德子不足惜 但是在我临死之前 我得劝劝您 您千万不能执迷不悟啊 不能把这个国家交到日本人的手里啊 我得劝劝你 我得劝劝你 李公公 奴才这辈子对您是言听计错 一切都听您的 李公公 你今天 能不能听奴才一句话呀 公公 我求您了 你想死 我成全你 来人 赐他毒酒 赐他毒酒 你 李公公 我安德一片重心 没想到换来毒酒一杯 到头来是这样的结局 李公公 奴才救过您的命 几十年的主仆之情 就这么恩断义绝 你 李公公 我先走了 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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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儿 走 容少爷 江姑娘 蔡巡长 快请坐 坐 你们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姚团长出了什么事 姚团长被李卿天抓住 已经牺牲了 想不到姚团长竟以身殉骨 他是个真正的英雄啊 蔡巡长 李卿天现在已经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准备跟日本国的大使馆签订卖国条约 向日本建英一亿两购买军火 还要在广州骑兵 如果您再不制止的话 只怕广州就危在旦夕了 岂有此理 李卿天竟然跟日本人勾结起来了 看来必须在他们签约之前就消灭李卿天 蔡巡长 我们一定支持你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一定要将李卿天铲除 但我一时之间可以调动的兵力不多 这样 我派兵带你们一起拿下净水塘 秦贼先秦王 只要铲除李卿天 蓝刀会就会溃捕成军 到时候平息起来就方便多了 蔡军长 我们现在认识一个很熟悉蓝刀会内部情况的人 他叫洪泰 相信有他的帮助 我们可以直接插入敌人的心脏 李卿天卖国求荣作恶多端 我们一定要将他们消灭 如果武功战胜不了他 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总之 一定要消灭李卿天 好 我马上调动一支仙遣队 明天早上 就捣毁李卿天的老巢 没事吧 没事的 从小就是这样 不是你受伤就是我受伤 这回好了 大家一块受伤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其实这回要不是荣荣 也许我就见不到你了 荣荣其实是个非常信心的女孩 虽然她嘴巴不饶人 但是她非常善良 好 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如果这次 真的能铲除蓝刀会 让我杀了李卿天报仇的话 我想带荣荣离开 但是 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 不许跟我讲这些 洪泰 你们的药熬好了 趁热喝了吧 这是她的药啊 我才不喝那苦药糖呢 你想 辛苦你了 说哪儿的话啊 你救了我爹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谢什么 荣老爷这次受了很多苦 荣荣 如果这次我真的能报了仇的话 我想带你离开佛山 好啊 到时候我们去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了 快把药喝了吧 洪泰 揉揉 仲宽 找到蔡君长了吗 找到了 他还答应我们 明天一块去抓捕李卿天 太好了 江师傅和柴如花都接过来了吗 来了 在里面 好 进去看看 好